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官田家 慰應物 微宇仲偉生 一雷經直齒 田家幾日閒 姦仲從此起 丁藏驅在野 長譜逆就里 歸來景常安 飲毒西間水 飢渠不治苦 高炸且為喜 倉品無宿柱 遙逆游未耳 方殘不耕者 綠食出女里 各位,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還有兩天,我們就來到京直 京直,顧名思義 就是會令到萬物復甦的一天 通常京直就開始會行雷 和下雨 就是春天真正的開始 剛才師道也有提到 到京直的一天,農民就會開始 出來工作 和開始耕田 今個星期 政府也開始復甦工作 今天,夜精靈就想跟大家說一下在家工作 過去一個月,夜精靈就是差不多一個月都是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當然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會覺得你在家工作當然自由很多 也減少了很多出出入入搭車的時間 好像時間會更健勢,又可以更自由 以前,夜精靈都對在家工作也有點幻想 我相信過去一個月中,也有很多聽眾 跟夜精靈一樣 無論第一,真的要留在家工作 或者可能因為一些原因,要停薪休假 要在家投資 過去一個月應該都是在這樣的形式之中度過的 表面上,其實在家工作就好像很自由很好 但反過來,夜精靈自己 過去一個月就給了我一個新的 怎樣好呢?對自己的認知 夜精靈就覺得原來在家工作是需要高度的自律和自製的 其實如果大家想起,由小到大 我們大部份時間都是過一些很規律的生活 無論是上學,又或者真的出來工作 基本上都是有一個規律性在 每一天幾點起床,幾點做些什麼 幾點去,或者哪一天要去做些什麼 都是很清晰的,有一個時間表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在做什麼 當然啦,作為一個打工仔 我們什麼時候都很想放假的 還有上班,即是經常都說笑了 上班就等放假 放假就眨眼就完了 然後很快又要上班了 好像假期永遠都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每一次上班就期待下一次放假 當然啦,有些朋友有時放假房很長的時候都會說 唉,我寧願都想上班,因為放假到很悶 尤其是呢,舉例放病假 因為有病假,無法上班 所以在家裡就要 即是所謂的偶 有很多事情做不到,因為是病 這個情形,夜精靈都試過 幾年前夜精靈就試過 因為一個意外 腳的阿基里事件就斷了 那時候就要做手術 做手術 手術相對來說 不是太大的手術 但是康復時間就很長 經常都說傷筋凍骨一百天 當時真的都要投足三個月 以及要不停做物理治療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當然啦 人其實就好地地的 腳是不健全 對手又健全 意志又神智清醒 那你就會覺得很無聊 每天都在家裡 那你又覺得很想 有些事情做一下 要不然就覺得很悶 但因為腳又不方便 又不能去街 所以唯有就在家裡 你想找朋友 聊天 或者什麼 但你不用上班 人家要上班 所以就一天到一刻 就撈電視 然後就在家裡很悶 但當時夜精靈來說 雖然雙腳受傷了 但也有一些所謂的規律 因為當時 不知逢星期幾 隔幾天 就要去做物理治療 那時候夜精靈 就重新上學 所以有一些日子 又要拿著拐掌 拐著回學校上課 這也是很深刻的 記得下一段時間做這些事情 所以即使 都算是放假 放了三個月 但中間其實 都有去學 或者做物理治療 也有些活動 但今次新冠肺炎的在家工作 我形容是一個退休人士的感覺 即是很束手無策 亦令我重新認識了法院 原來自己的冷散程度 是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步 即每一天睡到黃昭白眼 因為 無所事事 這次是四肢健全 四肢健全 但無所事事 那當然也不能出 當然 你都說 這些時候 就跟朋友聊天 也是的 你這些時候 就不會出去見朋友 於是 現在未必會 經常打電話給別人 但是呢 就會 WhatsApp VChat 跟網友 跟朋友 聊天 所以 其實這段時間 除了聊天 然後就 睡覺 然後 有時看電視 就看新聞 看看 有些 疫情的進展程度 然後 可能在家裡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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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了一天 有時 就 因為 沒有工作 晚上打電話 打電話 打電話 又可能 搞得很晚 第二天 又睡到黃朝八夜 如是者 生活 真的頹廢到一個地步 簡直 早上和晚上 差不多的生活 顛倒 到自己都覺得自己 不行了 不可以 再過一些頹廢的生活 重點就是在在家工作 這個問題上 剛才說到 睡到黃朝八夜 如是者 又很頹廢 但其實這段時間 不是真正放假的 其實我們是在家工作 夜精靈很好 公司也有一部電腦給我 我們公司 所以不是所有人 都有電腦可以再加工作 我最記得 過年初五 開工的星期 夜精靈都有上班 之後那個星期 即是二月一日 開始那個星期 我們就開始再加工作 第一個星期 因為不是所有同事 都有電腦 當時夜精靈 因為是唯一一個 有電腦的同事 都有幫部門 處理很多緊急的事情 到後來 多了同事有電腦 亦都可以局部 開始正常運作 而我們也有自己的機制 所以我們就在家工作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大概就回到一至兩天 這樣的時間 在公司工作 其他日子 就是在家工作 其實我們公司 除了有電腦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手機 即時通訊軟件 好像WhatsApp WeChat 但它是另一個程式 自從在家工作之後 其實夜精靈就覺得 心理壓力很大 為何呢 舉個例子 如果平時上班 你在辦公室裏面做事 可能有時醉醉下 你會覺得 去茶水間 沾過水 見到同事多聊幾句 又或者有時可能 醉到鬼鬼地 不如在樓下 買杯咖啡 喝吧 走開十多分鐘 或者去洗手間 諸如此類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沒有接到一些電話 或者沒有看到一些訊息 有些這樣的情況 都是很自然 很正常的 你不會因為這樣 而覺得 有一個很緊張 或者會有一個 精神上的壓力 但是在在家工作的日子 其實人的精神壓力 就會在哪裏呢 就是 因為你本身沒有上班 但是你 原則上 你應該正在工作 那你怎麼證明 你是在工作 你只有 別人傳來的訊息 或者別人傳來的訊息 或者 傳來給你的電子郵件 你是很快地可以回覆到 你要即時的反應 才可以讓人感覺到 原來你正在工作 有時候 可能 我有些訊息 來了 可能 半個小時 你沒有看到 或者一個小時 你沒有看到 到時候 你都會想 死了 哎呀死了 沒有看到訊息 哎呀 會不會 人家很趕 你復留了 你知道 人都是心急的 當你找到一個人 去問一些東西 或者諸如此類 你都希望最快得到答案 平時在辦公室 就是 你可能 人家 打了電話給你 找不到你 有機會 我們公司的同事 很主動 他們就會走過來找你 走過來 看到你真的不在 為何 可能你開會 或者可能你 走開了 或者他們可能會 打電話給你 發電郵給你 諸如此類 那 你都會被人感覺 你可能是有工作 走開了 或者怎樣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工作 但是發電郵給你 你半個小時都不回答 人家就會想 你究竟在做甚麼呢 你是不是 偷懶呢 你是不是蛇王呢 你是不是沒有在做事呢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小人之心 讀君子之福 我就很害怕 我就會想 人家會否覺得我不是在做事 所以就很有精神壓力 經常都會 手機不敢離開身邊 因為擔心 因為擔心 人家發電郵給你 就不能回答 另外 就是有一些 必須要每天做的事 你就會 每天都會做 頂時頂合去做 這個都可以的 有些報告 可能每天都要傳出去 你就會每天都做 但有一些比較長的項目 我們稱之為項目的項目 可能是一些比較長的時間去做 可能是一些比較長的時間去做 或者需要一些衰事去做的事 你就會 平時在辦公室 因為你本身已經有很多東西看 你就會覺得 很像很多時間 於是你就會放在一邊 放在一邊 你未必會做 或者未必會跟得很貼 你就會很擔心死 其實人家真的有點犯賤 心裡就很擔心自己做不切的事 無法教授功課 但另一方面 你總是覺得自己 好像沒什麼動力去做事 總是有些藉口 就走來走去 又不知做這個又做那樣 就像平時 如果上班 我就不知其他網友會是怎樣 我呢 就會習慣了 每一早 我就會拿著一大個水壺 去沖定一壺水 那裏有兩公升的水 我就會放在一個位置 然後 工作的時候 有水 有水 有筆 有什麼 基本上在你自己的工作範圍 兩尺乘三尺的範圍 已經有自己需要的東西 你就不會走來走去 就會節省很多時間 但是 再加工作 你就會有很多藉口走來走去 舉例 你會覺得 倒杯水 那就走去廚房的倒杯水 然後 好像有蚵的 又去找些東西 又去吃 然後你又覺得想洗手間 那就走去洗手間 你就會有很多藉口走來走去 電話又 想著 沒什麼電話 充電 那就走去充電 充電 又怕放下電話 聽不到訊息 有空又走去看 走來走去 其實你的生產力 自然而減了一半 我相信 如果 有些朋友 在香港 就應該很難 外國 就好一點 就是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就是有一個書房 是真的做工作的 你就有一個環境 配合到 是一個工作的氛圍 你就會可以很專心地去工作 但一般 香港 實在太奢侈了 要有一個工作間 其實連有一張書桌 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所以很多人 就 拱著電腦 走來走去 不知做什麼 夜精靈 最初就想 這個 是不是 我個人的問題 因為 你又不自律 你又懶散 所以 你走來走去 不無正業 不做事 夜精靈 經常感覺到自己 但我問一下身邊的人 即是上班時 遇到身邊的同事 也有問問他們 他們 就說 唉 在家裡 真的很難專心做事 因為大家都會遇到 剛才我說的情況 就是 你總是 心思思八八掛掛 有些事情 走來走去 另外 就是 有些同事 有小朋友 那些 就更加 小朋友 現在 也不需要上學 小朋友 當然在家裡玩 對不對 他在家裡 小朋友 在那裡 很難得 見到你在家裡 這麼長時間陪伴他 小朋友也是 很想父母陪伴他 見到你在家裡 坐在那裡 當然會 漏你玩 或者冤著你來玩 爸爸們 可能也好一點 但媽媽們 通常有機會 心軟 會很容易 分散了 注意力 把注意力給小朋友 有一天 我遇到這段時期 我和兩位爸爸的同事 和舊同事 聊天 一位就說 哎呀 真的 家裡的小朋友 實在太開心了 經常要跟他玩 於是 終於到 第二天 他真的受不了 因為實在 有太多工作 自己 又 太分散精神了 於是 鎖了門 自己 找自己 在房間 只有小朋友 在外面叫 自己找到房間工作 幸好 有媽媽 始終也有媽媽照顧 好一點 另一個同事 更慘 因為 家裡有一對 孖仔 遇到這種情況 公司除了要做的之外 另外 還有機會 要開視像的會議 於是 他真的沒辦法 唯有 綁著電腦 走到家裡 樓下商場的咖啡店 去做這件事 因為 家裡 實在 有兩個小朋友 每天都很難集中精神 二來 開視像門 而有兩個小朋友 走來走去 其實都很難處理 你總不能夠坐在床上 開始在會議 整件事都不太適合 就是這樣 這就是 在家工作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之中 好像很疏忽 很享受 那個感覺 或者應該這樣說 其實你的身體 是疏忽 和享受 但是 心靈的壓力 就是你總是覺得 會覺得自己 有東西做漏 自己有東西 忘記了 做小助 有時 真的做起事 上來 你會覺得 好像拿手不成勢 因為在公司的環境 其實你需要些什麼 基本上 你都夠齊全 但你在家工作 即使你有一部電腦 但不是所有 你需要的文件 或者你所需要的檔案 都在手提電腦裡有的 很多時候都是在公司的主機裡 很多公司 尤其是 當你公司要接觸到 一些 起碼文件 或者客戶個人資料 這些都不能隨便帶走 帶離開公司 或者都不能離開公司做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 都是很狡猾 其實 想就這樣想 你現在就很舒服 很享受 但反過來 當你無法加進行功課 或者 當你真的正式營運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到 你現在享受了多久 你接下來就有多久 要還回 我們經常都說 有多久風流 就有多久 才多 因為你現在這麼快 到時 你要趕著 交功課 你就真的有很久 你想想 也很正常 過去 一個多兩個月 其實 經濟 都 算是 停擺了 我想都超過一半 我想大部分 一陣 商業的機構 其實都沒有什麼 真正的營業 或者營業壓 因為始終 這個氛圍 都不是一個 令到有人很放心去花費 或者很放心去花錢的一個氣氛 大家都會預計 接下來 可能 疫情 都會延續多一段時間 先不要說國內的情況 現在因為海外 都多了一些 類似 不是類似 都多了一些 確診的個案 你可以預計 其實 中國可能 疫情 是受到控制了 但是 海外的日程 其實可能 有機會 才剛開始 究竟 這個經濟的寒冬 還要多久 才可以 到過呢 到復工的時候 國家公司 都一定是 想辦法 要追回失去的營業壓 也需要 就算不賺 今年 老闆們都想 今年 就算不賺 都打個禍 不用虧得那麼慘 或者 也不要虧得那麼多 盡量 都是止虧 作為員工 其實也有一個 同樣的想法 不賺也不要緊 最重要 都打個禍 因為作為一個打工 就是 反過來想 明年 加不加工 有沒有商量 bonus 這些都不要想 最重要是 有份工 可以捱過去 因為過去 這段時間 都 我想 香港的 無論 飲食業 旅遊業 酒店 各樣相關附屬行業 都受了 反修禮風波 和 疫症的影響 真的有很多朋友 我都認識不少的朋友 是真的 失業 或者一直都在放無薪假 放無薪假 其實也不是 大的問題 某程度上 我覺得 你最擔心 就是 放下放下 這個無薪假 就變成 永久的假期 因為 可能老闆 都捱不到下去 就算疫情過了 都未必可以 失去工作 所以 其實 我們都 明白 也很希望 其實盡快 就可以正常地 運作 為了 令自己 盡快 投入 工作 模式 狀態 夜精靈 今個星期 開始 都要 這兩個星期 之前 都在一天 工作 而這兩個星期 我就 報名 不要緊 不要緊 我便回家 兩天 除此之外 我都盡量 在自己 平日 在家工作的時間 使用 一個 比較規律的方法 去生活 希望可以 貼近 真正工作的模式 因為 我都相信 今個星期 我都聽到 很不少的 朋友 已經開始 正常工作 公務員 也大部分 開始 復工 我都相信 我自己 今個星期 還是在家工作 但是 下個星期 應該都差不多 應該要復工 而我都期待 盡快可以 用正常的 步調 做正常的生活 正如 剛才一開始 那首詩所說 裏面說到 讀書人 沒有做到 耕田的事 但他的俸禄 都是來自 艱辛勞作的人 我自己 在今個月 上班的日子 雖然 一路都在家工作 上班的日子 其實數了 只有五隻手指 只有五隻手指 只有十隻手指 一定數得完 所以 到今個月底 出糧 出糧 固然都開心 但也有少少的心虛 始終 好像自己 有點不勞而獲 所以 希望 快點 恢復正常的工作 可以做 下次出糧 都不要鬥得太心虛 而且也沒有 讓老闆覺得 好像 這個人 可以不用回來 都可以 不如叫他以後 不要回來 這樣 都希望 各位 上班的 可以儘快 如常正常的上班 現在放假的 都可以快點 可以有正常的工作 如果 真的很不幸 在這段時間裡 失去了工作的朋友 都 在經濟復甦的時候 可以 儘快 找回一份工作 維持到新計 我都相信 這個疫情 應該 雖然 外國 依然 還有 國外 依然 會繼續有 這樣的情況 但 當國內 中國 大致上 控制到 的時候 應該 都很快 可以 一起 回復正常 而我們的經濟 可以盡快 有氣息 祝你們好忙 晚安 晚安